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角色权限和登录期限的这个设定 那因为要来讲角色权限 所以我这个资料库的资料表做一个修改 所以要跟着做的人 我就要来更新一下 那至于怎么更新的话 就是下载我这个范例档之后 然后去用这个Codeforst的更新资料库指令 就可以把对应的这个资料表给建立起来 好那主要加了什么呢 主要加了这一个角色的资料表 有存这个每个账号有哪些角色 跟我的这个employee的这个资料表 有新增了账号跟密码 那这密码这边顺便提醒一下 密码基本上存在资料库要经过加密 那我这边是因为为了做示范 所以就直接密码去做储存 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我这个employee ID TOKAI的这个账号 就拥有select的这个角色跟edit 那我这个text1则拥有这一个select的权限 然后最后这个employee ID3的text2 在角色表是没有任何的角色 那我等一下会展示这三种情况给大家看 好那角色权限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你每个账号其实应该就会设定说 他有哪些可以使用的功能权限 那我们这边就会用角色的方式来去做设定 那每个角色就会拥有不同的这个权限可以使用 那比如说我今天偷开这个账号进去 我可能就是可以看到登录的首页 可能先设定不用权限 只要登录就可以看到 那可能我们的news需要一些权限才能看到这个news的页面 那如果我要新增的话 可能又需要一些新增的权限 才能够做新增修改 那可能news2也是一样 我可能需要一些权限才能够进到这个页面 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影片就是要来教 怎么设定进入页面的权限跟使用功能权限 然后用这个角色的方式来完成 那首先的话我这个登录的程式部分 有做一个小修改 就是一开始是真的跟资料库去做这个身份验证 那如果捞到不是空的话 代表说帐号密码都是对的 我才进行这个登录的动作 那里面就跟我们上次教的是一样的 我们就去设定说这个登录者的账号 这个登录者的名字 好那设定完之后 我们今天还要再多设定一个东西 就是我这个账号 我这个登录者有哪些角色 好那有哪些角色 我这边就设计了一个很单纯的角色表 来去做这个示范教学 那这边角色要怎么设定呢 我这边就先复制一下 那这边我就先去捞说 我这个登录的这个employee ID有哪些角色 那这边就会捞出说 比如说我这边employee ID是1的话 我就会捞出说 我这个tokai的这个1的这个账号 有slate跟edID的角色 好那捞出来之后 我这边再用一个for each的方式 去把它新增到我上面的这个 算是角色设定的地方 那角色要怎么设定呢 前面我们这边new的是这一个name 就是账号 然后这边可以制定 那这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角色 然后放进去 放进去你的角色的名字要叫什么 那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是以tokai为例的话 就会放进slate跟edID的角色 然后最后都放进去之后 这边就会再做一个放入设定 然后我们这整个登录的过程就完成了 然后这边系统也会记得说 你今天登录 比如说登录tokai 就会他就会拥有slate跟edID的这个角色 好那当然就是以你登录哪一个账号 就会去找对应的角色表 去把它放入对应的角色 那这边我们角色设定完了之后 就要来看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的test2 是没有任何角色的权限 那我今天要设定说 我的这个news跟news2的这一两页 需要slate权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页面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在Neko这边很简单 我们也一样就用一个标签式的下法 然后就是下载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news这边 我们news的所有页面 你都必须要拥有slate权限才能够进入 我们就直接很大方的把这个认证的标签 盖在这个news control的上面 那这底下所有的页面都必须要经过认证 而且角色必须拥有slate角色才能够进入这一页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这两个news跟news2的页面都加上这个slate权限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今天用我们的test2的账号就是没有slate权限的账号进去之后 能不能进到这两页 我们就来按一下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他被拒绝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2一样也被拒绝 但是如果我们没放标签的依然可以进去 好那这个是没有slate权限的 那我们有slate权限的test1我们再来试一下 发现有权限就能够正常的进入这个页面 代表说我们的设定权限设定就这么简单就完成了 但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使用者体验 什么体验呢 就是我们今天进来这里直接就死当在这个页面 所以我们今天通常会加一个贴心的设定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权限的页面 我们就会把它导到某一个合理的页面 那什么是合理的页面呢 通常我们未登录的情况下 我们会将使用者导到登录页面 请他做这个登录 那但是我们已经有登录了 只是对某一页没有权限的话 我们不小心进入的话 我们可能是把它导到一个合理的页面 比如说我们的登录的那一个首页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可以加一个设定 在我们的这个设定档这边 设定我们登录页面是同样的位置的地方 再加一个设定 如果是一个拒绝进入的时候 没有权限我们会导到哪个页面 那我们就导到登录的第一页 就是Home Index这个页面 那我们就来再来试一下效果会是如何 好那我接着我要准备按了 我先按这里好了 因为等一下会直接被打回这一页 好那我要按News了 一按有没有看到我们直接被打回Home Index这一页 那我们按News2也是一样 就会被打回这一页 好那所以说代表说我们这个设定就成功生效了 但是这样子其实使用体验还不够好 怎么说呢 因为今天我的Test2进来就没有这两页的权限 那你这两个连结应该就是要隐藏起来 不要让没有权限的人看到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隐藏起来呢 很简单 我们就到这一页的这一个HTML程式码的地方去做修改 那这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Share下面的Layout 然后Layout的话就是这两个连结 News跟News2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连结用一个判断式给它包起来 那这个判断式在讲什么呢 就是如果使用者角色有Sellate的话 才看得到这两个连结 那没有的话就这样就会看不到 好那我们再来存个档之后来看一下画面效果如何 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我现在是Test2没有Sellate的这一个角色权限的账号 就看不到这两个 但是如果是Test1再进来就可以发现 这两个就看得到了 所以这样子设计才是一个良好的使用者体验的设计 就是没有权限 当然就看不到 当然就进不进去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测试说 现在是看不到 那如果我直接打呢 能不能进去 当然也是不行 有没有看到一打完Enter下去 又被打回Home 所以说看不到 然后你直接知道网址进去 也是一样进不去 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一个角色权限就设定完了 那我们还有一个edid的权限 我们可能就是设计在这边我已经打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create的时候 我需要edid 我们select我们可以加在最上面 但是我们edid就要分别对应 我们这个detail跟这个index是可以让select进来的 但是如果我要create或者是edit的时候 我就要在额外再设定说 这边需要有这一个edit的权限才能够进来 那我这边有设计在这个index这边做一个对应的设计 什么设计呢 就是如果我要看到edit或者是delete 必须要有edit的角色的权限才看得到 那这边的话我的上面create也要加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去来看一下 用这个test1 test1虽然可以看得到这个新闻列表页面 但是他不能做任何新增跟这个修改的动作 还有删除 那如果说我们直接直接进去一样就被踢回首页 那如果是我们的tokai的这个账号进去的话 就可以看到新增跟修改还有删除 然后一样就可以进去 那用手动打的这样子一样也可以进来 因为我们的tokai账号是有edit的权限 我们test2只有select权限 那就可以用这样子轻松的去完成不同的权限设置 好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做这个设定 那在内扣这边算是设定起来算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又很直觉 就是你要在你的权限 htl这边就用这样的乙服方式去做显不显示的设定 然后在control这边就是放在你的方法上面 或者是你要全部的话就放在你的control的类别上面 然后这边log就选择你要准许使用的角色名称 直接写字串这样子 角色权限算是很很简单的讲完了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通常我们这个登录之后 我可能只会让使用者可能停留个一个小时 或者是甚至比较久的一天 我才会让他登出 就是你犯了一天之后 没有做一个动作或者是怎样的动作 你下次再进来这一页就会发现你被登出了 那这样的一个期限设定 在这边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也是很简单 我们又回到这个设定的页面 我们就可以在下面一样再加一个 这一个时间的限制 那这边的限制就是说 你可以加天 可以加小时 可以加分钟 那因为我们这边要做这一个测试 所以我加两秒之后 就会立即失效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这样子的指令 能不能正确的生效 好那我们这边要做一个登出 好再做一个登录 一登录之后现在还没失效 好我们等个两秒之后 再按重新折领 有没有看到就已经失效 被踢回这一个首页 那所以说这个登录期限的设置 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在这边去做宣告 你要一天就一天 你要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 就可以用这样子去宣告说 我登录之后要多久 你这个登录才会失效 那失效的话他就会帮你提回首页 这样子 好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一个影片 就很简单的来讲解说 角色权限要怎么设置 那设置这个角色权限 是要做什么用的 然后还有你登录的期限 要怎么去做设定 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